這是美國前總統川普宣布再戰2024的畫面 但當時是2022年 距離大選還有將近兩年時間 為什麼這麼早就宣布 因為在美國你想何時開始拉票都可以 只要在選前宣布就有算數 反觀英國競選活動大概只有一個月 日本最嚴格僅短短12天 台灣也有規定 美國競選成長久戰容易讓選民產生疲態 5月一份民調顯示62%的美國人 已經對選舉感到厭倦 只有35%樂意看到大量相關報導 直到七月份拜登宣布退選 改由賀錦麗代打才刺激話題 而根據八月底最新民調 賀錦麗獲得五成支持度 略勝川普四個百分點 但也不是十拿九穩 不同於賀錦麗才參選不到兩個月 仍有些新鮮感 川普想增加曝光只能繼續攻擊 希望吸引男性年輕選民 從我的個人意見 我認為你最優秀是最優秀的 當你談到未來的正確的觀念 對於反正正評論另一邊 對 我認為你必須評論 我覺得他們很糟糕 兩人預計9月10號進行辯論 美國選戰曠日廢時考驗候選人的硬力 和選民的耐心 三立新聞是張報道